我们看到啊这个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 穿着搭配最近打扮也怪怪的哦 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则新闻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纪念党庆发表演说 一身西装碧挺还系上红色领带 但脚上穿的居然不是皮鞋是凉鞋 镜头拉近仔细看金正恩脚上疑似穿着一双黑色亮皮凉鞋 还搭配黑色袜子 但如此正式场合身为北韩领导人 居然不穿皮鞋吗 外面吃乎这也太不寻常 恐怕是金正恩的健康又出问题 再加上不止党庆演说演讲隔天 金正恩出席军事展脚上也踩着一双棕色亮鞋 同样配上黑色袜子 还有金正恩九月公开露面时也被发现 发表长篇演说时台上会刻意铺上一层黄色软垫 种种线索都让外眠疑心 金正恩可能身体真的不舒服 才会穿不了硬邦邦的皮鞋 也无法久战需要铺软垫辅助 其实过往金正恩每次亮相 各种衣着搭配总会成为关注焦点 今年六月大家就从他的手表表带 突然松了一大圈 找到金正恩报售的证据 接着综合报道 好大家看到 通常不是穿西装都是要配皮鞋吗 仔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档 仔细看一下我们拉出来 怎么是穿凉鞋呢 大家就在说是不是他的健康又出问题了 其实这个画面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北韩领导人金正恩10号在劳动党76周年党庆发表演说 不过比起演说的内容外媒关注的是 金正恩的脚上竟然穿了一双凉鞋 而且里面还搭了一身 搭了这个黑色的袜子 但明明是正式的场合 其实我们通常来说 你看过去金正恩其实都是穿西装的话都是穿皮鞋的 但是呢外媒就怀疑说 金正恩可能健康是不是又出了状况 才连这个硬邦邦的皮鞋都穿不住 只穿凉鞋 以往公开的时候他通常都是穿皮鞋的 而且北韩的官媒在11号公布的这个影片当中呢 他踏入这个红地毯入场的时候 穿这个凉鞋啊 身穿深黑的西装 酒红色的领带 还有半框的眼镜 实在是有一点点怪怪的 然后呢 北韩的这个新闻资深的这个分析记者 叫做斯维尔科呢 他就发现 这个鞋子不同以往哦 他说不清楚为什么金正恩穿凉鞋 也不清楚是否有曾经穿过凉鞋的 这个公开露面的画面 不过背后的理由如何啊 金正恩似乎确实是已经采取了各项的行动 来保护自己的健康 来确保自己 哎有没有感到有没有舒适啊 因为呢 其实呢 有时候 比如说长篇演讲的时候 或演说的时候 他可能在五 他五月的时候 在短时间内有减掉这个体重 大家应该都知道 人们也发现说 哎九片九月份的时候 他在发表这个长篇演说的时候啊 转在转会站在软电上面 这不是典型的做法 那这一次 看来他正在小心防疫 COVID-19的时候 也有可能正在对他的脚 是不是 呃 是在这个穿凉鞋的方 这个方式可能会对他来讲 因为之前是穿软 站在软电上面嘛 他现在站在脚 这个穿凉鞋 是不是比较舒适一点 可能是正在对抗他的健康问题啦 因为其实金正恩的英卓打扮 打扮经常受到国际人士的分析检视 分析人士也借此来看他的这个健康状况 毕竟他是北韩的这个领导人嘛 那今年6月初的时候 金正恩在身影一个月之后呢 也在这个官媒上 分析人士发现说 诶 手腕好像变细了哦 手表的表戴也变得更紧 当时也同样引发外界 对他这个健康的状况 一正揣测 这一次的西装配良鞋 是不是健康 身体又出了问题呢 外界都在揣测 匿ef将说 顺言上尖写任 普 Adaomon 初遇文见 中央电视 球体前 来后 一 李 一 从 têm 尤其是金正恩的造型跟服装 让大家觉得 其实他的健康问题是不是出了状况 还有一个蛮有趣的现象 怎么会印有金正恩肖像的T恤 首次浪像在朝鲜 真的是引发关注 大家看一下这个画面 这个是印有朝鲜国务委员 委员长金正恩肖像的T恤 浪向在朝鲜正式活动中 真的是引人关注 大家有看到吗 这个T恤上面 这个真的是印有金正恩的这个图案 可以看到朝鲜中央电视台12号 录播了这个庆祝劳动党建党 76周年的国防发展展览会的开幕式的视频 视频中的乐团指挥者 穿上的这个印有金正恩头像的 这个白色T恤衫衫 可以说是史无前例 真的是朝鲜的最高领导人 可是神圣不可冒犯的人物 结果将他印在最高领导者的T恤上面 大家说其实出现在这个衣服上面 可能视为触及最高尊严的行为 外界就认为这是考虑朝鲜 去年可能已经生产印有人民共和旗 就是朝鲜国旗和韩国半岛旗的这个图案T恤了 现在呢因为西方国家的这个关系呢 现在呢也考虑到是不是 也可以效法一下西方国家 可以把这个最高领导者的这个亲民的形象呢 也印在这个T恤上面呢 这个的观点指出呢 考量到衣服通常在洗的过程会受损 这个T恤呢恐怕呢 大家也说啦 如果在朝鲜的话 可能就是一些人会穿而已 可能可能就是比较重要的场合会穿 可能一般的民兽在穿这样的T恤 可能在朝鲜呢 是难以普及的啦 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个指挥夹真的穿着这个T恤 这个金正恩的T恤 这个指挥蛮有趣的对不对 好我们看到这个韩联社的画面 真的是真的 北朝鲜最近 这个金正恩的这个事情还蛮多的 这个金正恩的这个事情还蛮多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